今天有一個點餐的點飲料的系統 這個飲料系統的話點下去 會列出幾個 比如珍珠奶茶、波霸、奶茶 或者這一般性比較常見的一些飲料 那比如點其中一個 再來底下的話出現什麼呢 出現這個清單是你要哪一種 是去冰、去冰還是溫的 那可以選 選完之後下訂單 OK 它就會出現珍珠奶茶、去冰 這個是清單 點下去 不過這裡的話會有一個 一個變化 就是說 這個上面這三個 都有溫的 可是你不會應該沒有一個字 我要檸檬汁 我要或者汽水可樂之類的 我要溫的 我要溫的那個 溫的汽水或 所以這裡的話 這個檸檬汁 假如說它點的是 選項如果是最後一個 如果是以List來看的話是 0、1、2、3 如果是第三個的話 那就是這個清單 跟其他不一樣 其他都是有 冰的、去冰的或溫的 那這個的話如果說 這個沒有 按下訂單 就可以出現結果的話 那這個該怎麼做 那也就是說呢 你當然你第一個要想到 就是你資料放哪裡 比如說我們在 介面上面當然就基本的這兩個嘛 一個是飲料的嘛 一個是它的 到底是它的 是冰的還是熱的 然後最後下訂單 這個我想前面都有講過啦 你們這名稱自己再去訂一下 OK 再來就是說 比較會有特別的部分就是說 當它按下下訂單的時候 它先確定說 到底它的Position 這個的Position 是不是在 第 就是說如果是3的話 那就是 一個清單 如果是0、1、2的話 要有一個清單 就是要有一個判斷 那這部分該怎麼做 我想 各位可以想想看 這個等於是延伸題 等於兩個 但是 效能不一樣 當然寫法很多種啦 你可以 寫成 固定的 或者寫成正列的 不過因為這邊的話 如果 變動不大的話 我看你就是寫成 比如說 String String裡面 那這部分又可以做多過語言 這裡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 另外就是說 除了這部分之外 看看是不是可以把 下面這個 改成List View 也OK啦 按下訂單 那你可以放在 Test View 那如果說你不想 跳一個Test View 如果 比如說你 把這個改成List View的話 佔的版面比較大 然後你不想說 因為剛剛有同學 那個 都調不準 List View 一直跑到下面去 會出不來 所以 如果像這種狀況的話 那你不如就不要用Test View 你就用什麼 用Alern Dialog 就好啦 因為就跳出來嘛 其實將來你們在設計畫面的時候 像有些功能你怕說 位置亂跑的話 盡量就用什麼 用Alern Dialog Alern Dialog跳出來 反正你任何的 裝置啦 無論是平板 無論是 支援手機 反正它跳出來就是在那裡 它不會亂跑 大概是這樣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就是這個Sample的部分 可以想想看怎麼做 OK 這個是延伸體啦 這個Spinner 跟 這個Spinner 你也可以把其中一個改成List View 結果也是可以做得出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那我先看一下那個View 我們那個 Layout部分 Layout這個View 那首先第一個當然上面 我佈局的方式就是 這邊放一個那個Spinner 名稱叫Drink 這個Temp Temp的話就是會有兩種嘛 一個是 冰的 去冰的 還有一個是溫的 檸檬汁就是沒有溫 去冰去冰 沒有溫的 沒有溫的檸檬汁 所以呢會有兩種 所以我這邊建了一個叫Temp1 V是三個選項 一個Temp2是兩個選項 再一個按鈕 再一個order是底下這個 所以大家的元件是這樣 那當然將來各位可以自行把 Spinner改成List View 第一個 元件的設計大概是這樣 第二個的話就是資料 所以 如果是符合MVC的架構 M的話就是 M V的話是指的是我們這個畫面 UI的部分 那M的話就是你的資料放哪裡 資料包含就Data的部分 Data部分的話我們通常是放在 這個Strings 那Strings裡面我就放了幾個東西 基本上 第一個就是我的DrinkName DrinkName裡面就有四個 包含就是這些 我想這些名稱 可以自己改一下 或者你 自己再加幾個選項 那另外Temp1的話 包含就是三個 冰的 去冰的 跟一個溫的 那Temp2的話呢 就是一個冰的一個去冰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 就做了三個 String Array 那這裡的話 因為我們畫面上面假如說 不需要給顏色的話 那我可以先把 第一個Spinner 它的Entries 因為這個地方我們暫時 如果不考慮那個載入的時候 需要那個換顏色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Entries 直接 更改 那這個因為不能直接改 因為我們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 有溫的跟沒有溫的 對不對 所以 這個地方 我是直接用Entries裡面改 那再來的話 就是程式部分 當我按一下 應該是 點了 事件要寫在哪裡呢 基本上 就寫在 這個地方 要判斷什麼 判斷如果選的是 0123 檸檬汁的話 那我就是 給他的是 Temp2的 那個 Temp2那個是 沒有溫的那個 OK 所以呢 事件的寫法大概這樣 基本上 會 宣告三個 1234 四個啦 1234 有四個 元件嘛 所以要連結 四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程式部分 大概寫法 跟我前面 也是一致的 因為我這個範例是從 另外一本書裡面看到的 不過他寫法跟我完全是不一樣 他的implement 是寫在 Acclivity上面 所以我把它改成我習慣的方式 1的話 宣告 宣告的話有四個東西 包含兩個spinner 一個textview 跟一個button 這個應該沒問題 然後連結的話 也是連結 四個 OK 那這個應該也沒問題 前面用做太多了 那再來事件1 事件1是在哪一個 drink 就是spinner 當他點下去的時候 那他會傳過來告訴我 arg2 我剛剛講arg2 是index 那如果arg2等於 等於3的話 就是 沒有 沒有溫的啦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就怎麼取得 那特別注意 因為我底下的寫法 這比較特殊 我這邊是把 就是 我的resource檔 把它讀到哪一個呢 讀到一個陣列的話 順便各位可以多學一招 就是說剛剛我們是分兩種 一個是resource 讀取 一個是 陣列的讀取 那這個方式是剛好 二合一的 就是你可以如果將來你的 資料要從resource裡面讀出來 放在一個陣列裡面 再來 放在那個spinner裡面 就可以這樣寫 那這裡比較重要就是說 我這邊建一個 tempset的一個 自傳的陣列 然後我讀取的資料 因為我的那個resource 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 r.address array裡面 對不對 那我要讀出來的話 前面我們用用過那個 getSwing 對 這個 這個方法應該還有印象 就是說我讀取那個 自傳追蹤檔 那如果說我的自傳追蹤檔 不是一個自傳 正列的話 就是必須用一個什麼 get resource 這個類別 那因為他已經隱含在裡面了 所以隱含就是已經預先呼叫了 不需要再 set一個 那個物件給他 他直接可以用了 那名就是getResource 後面他有個方法叫 getSwingArray 然後再把我們這個陣列 這個比較特殊 所以這個也可以把它記下來 如果你的自傳的資源檔 在陣列裡面 讀到哪一個呢 讀到這個陣列裡面 OK那這個陣列裡面 3的話就是只有 冰跟去冰 如果反之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有溫的 OK那再來的話就把 這一個 陣列 放到這裡面來 前面講array adapter 建一個array adapter 叫tempad 然後他new一個 那裡面就傳一個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 this 前面一定要加什麼 這個 我是叫main activity的 這個一定要有 為什麼 如果你沒有給的話 他就會存取不到 this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在這個方法裡面 而不是在外面 所以會存取不到 一定要再加一個 這個 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是相對於哪裡呢 相對於這個 OK這個名稱 點let 或者你這邊 試試看 用getevisioncontest 可能就應該 可以抓得到了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 再給他一個view 再給他一個 我們的陣列 OK那就可以 讀到 再來就是 jordanlist的view 也給他 就是這一個 前面跟前面一樣 再setadapter 那這樣的話呢 下 第二個那個spinner 就可以讀到 我們要的 所以 當我點下這個 其他的話 這個應該是0 0傳過來的話 他會跑三個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現在點的是3 就是檸檬汁 那他就傳過來是3 那3的話就是等於3 就會跑什麼 跑 temp 去抓到的是 第二個 所以這邊點下去應該就是兩個 好利用這樣的方式有沒有 你會發現就可以有一個 比較活的應用 因為一般我們在 手機上可能有時候會多 多幾個選項的時候 那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那就按下單 下訂單的話 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按下去 就取得這兩個的值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 直接就是 一個button 按click Listener 這應該前面做很多了 然後呢 我就怎麼樣呢 去get什麼呢 get那個 select select item 然後 去取得 那這邊的話 最好再把 把tostring 如果沒有tostring 可能他 會會轉出來 這裡我剛剛少打了一個tostring 不過好像也沒有出錯 OK 建議是tostring OK 那把上面的字跟上面的中間加豆點 輸出來之後 set test 就完成了 OK大概是這樣 那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範例 再試著做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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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